越南是一个似乎很熟悉 却又有感陌生的邻居 一方面认为越南还很落后 越南人均GDP只有广西的三分之一 而广西在中国来说 论GDP根本排不上号 可想而知越南经济多落后 有趣的是越南人 把今天的贫穷落后归结 于是中国造成的 在越南人眼中 当年中越战争是中国人侵略 至今 这个国家的人们对中国都保持一种警惕 奇怪的是 同样与越南打了十多年的美国 却很亲近 据调查78%的越南年轻人 表示喜欢美国 不管越南人多么亲美 都不如中国这个警铃 中国有句俗话是这么说的 远轻不如警铃 越南要想发展就离不开中国 这也正是越南历史上市 中国附属国的原因 我们先看一组数据 中国是越南最大的进口市场 2016年从中国进口499.3亿美元 占比为28.7% 从美国进口只有87.08亿美元 越南主要从中国进口机器 设备附件 计算机电子零件 纺织 皮鞋原料 电话和电子零件 以及运输车等 去过越南河内旅游的人 都会去同春市场看看 同春市场是河内第一大市场 有河内的王府井 或者河内的购物天堂之称 这个市场上销售的纪念品 80%来自中国 衣服和时尚商品 60%来自中国 童装80%来自中国 皮革制品和手提包 70%来自中国 陶瓷60%来自中国 越南另一个市场 吴志明市平溪市场 是越南全国最大的批发市场 平溪市场 共有2000个摊位 其中三分之一 是华人在这经营各 步入平溪市场 仿佛置身中国即逝 所以说越南人日常生活的90% 和中国有关一点也不为过